HELLO 大家好,參加到我 這盒有點高 今個禮拜跟大家做另一個比較 接下來很快就會見街的大話西猴 至尊寶 大家都知道這是周星馳演繹的孫悟空 另一邊箱我們要比較的是三國虎將雲 猛將飛 這隻曾經被大家捧到上天 究竟有多厲害呢? 今個禮拜就和大家一起做少少簡單的比較 準備好了嗎?我們開盒了 1、2、3 先說盒子 我自己覺得至尊寶這個盒子很清潔 很有電影裡的那份力度 後面風底也有一個很漂亮的姿勢 很相似的 而另一邊箱這一盒也是Inflame的 這個血戰Body的Version 大家都看到他的衣服沒有穿到 轉過來 你看到風底又是非常之有氣勢的 其實我自己覺得兩個特色都很不同 特別Inflame加了很多中國一些舊式的文 這些文就是舊的圖案畫上去 在古代的甲上的文 但話西遊 很少見加了很多英文字在中國的產品上面 這個撞出來有多有趣 這個就是加長紀念版來的 好 回來了 直接說這兩個figure 大家有玩過張飛 我想都知道這個Body 是令人又愛又癢的 先說張飛 張飛配件 你看到這個血戰Version 是極多的 其中一個就是這一把 哇 長過盒的八象射馬 第一樣你會留意的是手型 另外有五隻 有一把血劍 底座夾 再加上這支張飛 先看一看武器 這把劍其實是頗長 而且血跡的舊化 我覺得挺好的 淡得來 但是你看到有一種速度 好像在砍下去的感覺 你看到 從這裡掃上來 側邊這裡有些紋 OK 看上去 像是漢朝的花紋 像是 但是實際上 是不是呢 就要深究一下 因為中國的劍 其實跟朝代的花紋 或者那些瓶也有不同 也有不同 我們也看看劍的瓶底 也有一個桃 相識方面 其實是挺好的 而老實說 玩的時候真的要小心 因為很薄 很薄 而且真的是尖 刺到手 這裡就是他把劍 然後到橡白石矛 好 橡白石矛給大家看看 牠的長度 只是矛身 都跟一把劍 不枉多樣 差一點 而已 不是差很遠 同樣 上色 都是你看到有些紋 你看到 它好像刀鋒的角度 砍下去的 有幾個不同 這個外形的橡白蛇矛 都第一次見到 即是我覺得 有些是原創的風格 是啊 我覺得它融合了 將飛鏢和橡白蛇矛 的蛇頭位 不是 那個矛頭位 好像蛇蟀 那樣 所以才叫蛇矛 就做了這個 處理 就令到它好像一個鋸齒型 嗯 對 那你砍下去的時候 好像勾到敵人 那同樣 每一火 這些角位 都很尖很利 而這裏呢 就是一個 類似龍頭 不過應該就不是龍 這個 這裏就是蛇 不知道 不是蛇 看上去 奇倫 不知道 不知道 我射 不過可能射到其他一些意義 現在我們都不是科技專家 不知道 然後呢 底部呢 就是有另一個 尖尖的尾位 如果相比這隻 孫悟空的金剛棒呢 老實說 金剛棒呢 簡潔很多 你可以看看 不過呢 金剛棒的特質 整條都是金屬 我拔了這個尾端給大家看 嘩 好緊啊 對 對 它是金屬的 是聚手很多 所以你會發現 周星馳 啊不是 應該是孫悟空 對 拿一支棍的時候呢 這樣呢 我一放手呢 是真的可以對外 好 好 好 待會再跟自尊寶 比較一下 武器就不複雜了 那手型呢 有這幾隻 待會再續樣告訴大家 它的手型呢 究竟有多特別 而以下下來的這個環節呢 十八禁的 十八禁的 你要留意就是這個 戰損頭 嘩 食軍的頭顱被它斬了下來 那在它頸那些位呢 那些血的上色呢 都幾厲害 連到喉嚨 丁啊 都不知是否那個位 你看到面上的 血印 那這個呢 是其中一個最好玩的地方 我待會再告訴大家 來到主菜了 我們看一看這個 BODY 嘩 張飛 這個BODY 即是男人夢寐以求的大空 有 有 還要是 摔摔摔摔 摔下去 好彈手啊 看背肌就更明顯了 看著 好 回到前面 分幾個部分去看吧 BODY 跟我們平時玩開的不同 因為它是 很有啫喱狀的感覺 你看到捏下去 那件事很直膠 其實應該是直膠BODY 這叫龜膠 龜膠 是嗎 對 實質上是 什麼都要問一下 OK 然後它身體上面的上色 你都看得到 一些 舊 舊幻 舊的刀巴 新的箭箱 都有的 所以是 是一個挺厲害的一個BODY 第二樣重點要留意 就是它全身的甲 我們可以看一看 它的毛 是會脫的 它真的可以黏在它身上 這裡有一條皮的帶 扣上這個 肩膀的護甲 肩膀的護甲已經花了 肩膀的護甲 對 你看到 戰損了 整個刀狠在這裡 劈過 懷疑 它打的時候 就是用這個 擋 整個設計 都 我想它加了很多自備的心 雖然 雖然看起來好像有些 某些遊戲裡面的角色的造型 但是 其實它加了很多自備的設計 在裡面 對 然後再看它 腰 其實這裡 有一條很巨型的腰封 對 有一條很巨型的腰帶 扣著這個 對 護心鏡的東西 都不知道是不是叫護心鏡 就護住它的圖 都是戰損了 而 讓大家看看 這個腰封 就是有旁邊的皮帶扣 扣著 為什麼會看到這裡這麼多毛呢 這些並不是手毛來的 因為 小弟這個玩具 都已經有一段日子了 原來 它這些 龜膠 會黏住了 它腰這些毛 所以就是我恨它的地方 而且這個身體很容易黏沉 對 對 很容易黏沉 喜歡玩肌肉型的身體 對 又有彈性又有大隻 超大隻的 對 它是 大於常人 剛才那個公仔 本身的腳都沒有裝 在這個盒裡面 它是 再重新裝 為什麼呢 因為每一個12吋的盒子 都裝不到它 所以其實這個 這個張飛 整個組織應該大概13吋 高 很巨 你看看它的手腳 都是比一般的 1比6 大隻 大隻 我們比較一下它的腳板 你會發現 它是大一點的 只是腳板都大一折 對 對 對 應該是被張飛手和馬 頭指手看的 對 還有它的腳 真的做回當年漢朝 那些的甲 那種紋上去 那個應該是絲頭 對 我小時候有留意過的話 應該是絲頭 還有整件甲 你都可以看到它 有血戰的塗裝 很多紅色的 潑墨上去 對 對 在旁邊的毛 特別是你看到這些紋 它是斜了下去 好 都是說到第二點 第三點是什麼呢 第三點表面是看不到的 我們 先把頭拿開它 你就會發現更神奇的地方 嘩 都很緊 1 2 好 再來 為什麼這麼響 為什麼這麼緊 就是 鋼骨 嘩 我也是第一次玩1比6的鋼骨 整個張飛的頭型就在這裡了 它的鬍子 好像對翼一樣 很敗 有些朋友說 很有中規的感覺 也是有點像 好 現在 扣回去 先 好 還有它 是不是有少許磁力呢 好 扣住了 那些褲子 很多層布 那些我不多說了 現在呢 就 玩1 另1 這個賣點 這個賣點 這隻的賣點 不得了 剛才我們不是說有很多隻手 我們就這樣拿一隻拳頭手 然後就比較一下周星馳 對 不是 是這個自尊寶 他們站在一起的情況 我先 站好 張飛 先 好害怕啊 加上這個橡白石頭 好 可能要幫我拿出來 我經常都覺得 其實呢 INFLAME的關節 都是另一個又愛又癮的地方 哇 馬上很有氣勢 不用點擺 不用點擺 真的 站得穩就贏了 然後 然後 對比一下 真是1比6的 至尊寶 哇 差了 差了兩吋 一隻雞 即是 對於張飛 很大隻 很高大 我的歷史是一般的 通常接觸三角 都是由三角殺 三角演義 真參過無雙 對於張飛 可以了解 知道張飛是大隻的 是粗豪一點的 但是 是不是真的 這麼高人一等 就不知道了 還有以前的尺數呢 都是 有些不同的 很短的 即是 關公是9尺 那些其實是 不是現在 跟我們現在的量度標準 有些不同 好 比較一下 幾點 第一 它的褲子 是一塊 這個裙褲子 但是 這個雖然也是一塊 不過 它是軟身 這個是硬身 你屈不了 還有 看悟空 它這裡全部用繩子 照樣穿起 這邊 其實沒有什麼 這類型的褲子 因為它只有褲子 裙甲 所以 比較的地方都幾不同 但是 肩膊這些 都是膠 大家都是硬膠 幾硬身 對比下去 我自己覺得 悟空拿上手 可換度